下 裸著上身爬在石頭路上 這條天堂路 從42名學員淘汰 剩下17名學員挑戰 每個人咬著牙 匍匐前進 展現堅強意志和體力 親朋好友围在一旁加油打氣 還有人忍不住流下心疼眼淚 加油 經過6天午夜 120個小時不眠不休的克難州 終於來到最後天堂路這一關 長官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最後一個搶背指令 象徵完成挑戰 吃下一顆糖代表苦境甘來 苦境甘來恭喜 學員中年紀最大的方性學員 今年31歲 曾經受過特勤中隊訓練 又來參加兩棲蛙人走天堂路 就是要看看自己極限有多少 希望能夠維持自己的體能 並且能夠養殖艱難困苦 克服困難的意志力 和同樣獲得兩棲蛙人備章的弟兄們 抱頭痛哭 留下男兒淚 因為只有走過才知道 振奮榮耀有多得來不易 記者 張崇明黃迅SNG小組高雄報導